哈利路亚 大家早晨 很开心我在此再次 和大家在网上见面 我相信过去差不多六个月 我们在教会没有办法聚会 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大兄姊妹 都是很好的 每个礼拜都可以在网上听道 参加主日崇拜 参加之后做我的神徒 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今早我在此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题目就是圣经是神的话 或者是神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有些人有问 有些人不敢问 其实很多人说圣经只不过是一本 教你做善事的 教你做好的 圣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学 但是里面的故事不是珍惜的 有些人说圣经就像一个 天荒夜谭的神话故事 但是今早我会帮你说圣经的确是神的话 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 我们先做祭祷 天父 我们感谢你今早 我们在这里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去将神 你所给我们的信息 将你所说的在圣经的 说到神 其实你就是正式的圣经的作者 我们将今天的信息 完完全全的交托 在神你的手中 求圣灵来带领 带领每一个听的 说的 每一个都可以留心 都可以领受到神你的祝福 可以明白你的真理 可以知道圣经的确是神你所写的 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 有一天 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就是欧顿 他有一个科学家的朋友 是欧顺神的 欧顺神是创造这个世界以宙文物的 他相信这个世界其实是自然的 爆炸的 有一天他帮牛顿说 我来你家喝早茶 那天他的朋友来了 看到牛顿的家庭 有一个很漂亮的磨形 是以宙的磨形 有星星 有太阳 有热量 有很多不同的行星 他就看到 用来搞这个磨形 搞得很开心 他一旦地球 一旦地球 全部都可以动 他看到 他就问牛顿 这个磨形 是谁做的 做得这么漂亮 做得这么精彩 好像针的耳朵 就这样 牛顿就说 今早在我听发生一件事 突然间我听到 嘀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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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然是有一个人做出来的 牛顿就问他 朋友 这么晒的磨形 看到整个宇宙萌萌 我帮你说是自己爆炸出来的 没有人做的 你不相信 但是你既然相信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是自己爆炸出来的 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么大 有太阳 有地球 有热球 有很多不同的星 那些星有很多名字 我们都不知道 地球自己转 一天就入头 夜晚黑 混淆了太阳一年 就是有夏天冬天 这么奇妙的事情 你相信没有人做的 你既然可以相信 这么小的一个模型 是不可能没有人做的 朋友听了之后 想想想 是的 真的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这样自己自动爆炸出来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 上带存在 很容易 但可以证明 上带不存在 是很艰难的 今早 我们看到 神真的 是创造这个宇宙 祂是一个全能的创造者 圣经的书 写得很清楚 但是 你想一想 当神创造以宙之后 神如何帮你和我 表现祂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 神爱世人 这个世界 创造之后 有什么事发生 人类 到最尽 发生什么事 神没有办法 在这么高的地方 向我们来说 所以 上帝就接着圣经 和你和我 来分享祂的话语 就是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圣经是没有错的 圣经是确定的 圣经是神物事的 第一我们来看 圣经肯定是上帝的话 是真实的 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先来看 几句经文 以圣经四十章第八节 写到 草必孤干 花必雕产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马帝福音五章十八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要快去了 律法的一点 一话也不能快去 都要成全 还有在三五节里说到 天地要快去 我的话也不能快去 继续我们来看 圣经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 圣经的组成是怎样的 圣经有九语 有三语 九语有三九本书 三语有二十七本 总共六十六本书 成为圣经 它是用不同的作者来写的 教育是用希伯来文 其中有一部分是用东西的阿兰话写的 三语就是用希伯来文 教育现成的时候 是耶稣还未出生之前 几百年前 三语写的时候 就是耶稣仇能 耶稣复活 耶稣升天之后 祂的门徒所写的 圣经的作者 有四十几个 是来自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职业 他们的身份不同 写作的环境都不同 有很大的差别 摩西在写圣经 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帝领以色列人 剩二百万人 从埃及过红海到甘南地 没有读到抗亚 耶稣是一个军事的领袖 大卫所罗门是皇帝 但以来是一个首相 阿摩斯是一个牧羊人 保罗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佛家 还有劳家是医生 彼得 约翰是足矣的 还有一个马太 马太是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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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环境所写的 写圣经的全部时间 从《冲世记》到《看事录》 六十六件书 需要用到一千六百年 写地点 有些人写在金房里面 有些写在封岛上 有些写在皇宫 有些写在战争的时代 有些写圣经的时候 在太平天下的时代 有些写的时候很开心 有些写的时候很伤心 很失望 很低潮的时候 不同地方 不同环境 那么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 你叫四十个作者写一本书 你没有帮他们说 你写什么 一年之后 你叫那四十个作者一起来 你读他们四十本所作的书 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写的 是四十个不同的故事 但是圣经有四十几个人写 经过一千六百年所写的 是很准的 是有一个故事 帮他们说 神的主义 神创造天地 神怎样拯救我们的罪 耶稣怎样在以色列出生 人最后来 要怎样受到审判等等 圣经写得非常清楚 这本是很奇妙的 因为圣经写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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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错的 根据耶稣世界记录 圣经在所有的时间 但销量最多的一本书 大概五十几亿本书 在这个世界迷入 很容易令到很多人可以明白圣经 因为圣经已经翻译到超过一千三百个不同的语言 每一年圣经的销量超过五千万本 在美国 我们以为美国很多人不信耶稣 但圣经在美国一年 都埋入了二千多万本的圣经 在这个世界 成千万人读过圣经 没有办法看到圣经有什么错误 圣经有什么错误 到今天人家拿不出来的证据 你说圣经有什么错误 有一个作者 他是一个大学生 他有一天 他读大学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跟他分享耶稣 他很反感 他觉得这些人 没有事做 圣经就叫他去参加祈祷会 茶经等等 他有一天 使教的时候 他在美国 他就走到欧洲 他说我这个使教 他说我将我的时间去欧洲 欧洲澳洲 来调查圣经所说的 有错的 我证明给他们知道 圣经是错的 他在那里 结果他所收到的资料 证明了圣经所说的是没有错的 圣经所说的是尽确的 所以他就出了一本诗 叫作铁证代判铁证代斑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 圣经是绝对可靠的 第一我们知道圣经从第一日到监日 经过几千年了 从你没有修定版的 没有再重修写过的 是没有改的 圣经几千年没有改过 马帝福音五章十八节说到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要快去 律法的一点 一或也不能快去 都要完全 我们看到很多书 第一次出版 第二次在出版的时候 他修订版作 他有改了他的东西 因为有三个资料 三个故事在讲 所以很多出名的书 你读 第一次出版到第三次出版 有很大的不同地方 有改了 但是圣经经过几千年 没有改过的 所以我们六十六件书 言而言都是六十六件书 第二个就是 圣经的语言是绝对可靠的 圣经有讲 《彼得侯书》一章二十一节 因为意愿从来没有出人意的 乃是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彼得侯书》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 有讲到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意愿的见证 若有人在这书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十九节讲到这书上的意愿 若有人生会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时 我圣性生会他的部分 圣经的语言是非常之重要 圣经的语言有多用化 准确性、独得性 有人统计过 圣经有超过一千八百个语言 圣经中神接着语言、各人、民族、城市、甚至国家 到百年、到千年时 在历史中都已经应验了 通过这些语言 彰显了神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让我们知道 神就是圣经真正读者 这些一千八百多个语言 如果有一个是不应验 圣经的权威就不存在了 所以到今天 我们看到圣经的语言 最后十六个八百已经完成了 就是说到圣经对以色列的语言 对列国的语言 圣经对耶稣的语言 还有其他3.8%的语言 还有其他3.8%的语言 正在应验当中 这就是对牧师的语言 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如何对以色列讲语言 圣经说 我必使得他们构出来 在天下万角抛来抛去 遇到很多借祸 我将他们赶走去另一个地方 被人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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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在教约圣经 说到的以色列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不信神 他们是反神 所以神在教约圣经的时候 将以色列人 被巴比伦人带了去另一个国家 过后他们再回来 但是当耶稣的时代之后 有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 将耶路撒冷的城市燃了 圣殿又燃了 将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去另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 耶利迈斯二十四章第九节讲到的 以色列人 神要把他们救出来 去到另一个国家 飘来飘去 遇到很多灾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看到有六百五十人的 以色列人 是被Hitler杀死的 在马帝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讲到的 耶稣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是靠安坚者圣殿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每一块石头 落在石头上的 没有被猜坏了 所以整个圣殿 都是被罗马人 烧了 拆掉它 圣殿有很多金 当他们烧了圣殿的时候 那些金一用 融了 融完之后 那些金就留在地上 留在石头上 所以那些罗马人 就将那些石头 割了 拿出去 因为石头上有金 所以耶稣所说的 每一块石头 留在地上 全部都可以 将他们拿走 在耶利米斯 三十二章中说到 我的怒气 愤怒 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以后 我将他们招回来 领他们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安然聚自 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 正式成为一个国家 神所说 我将他们招回 是给他们一个 自己的国家 是1948年5月18日 但是第二天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阿拉伯国家 很不喜欢 所以发生了一场战争 战争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真的没有兵 又没有武器 但是神帮助他们 将他们赢了一场战争 在1967年 还有一个六日的战争 以色列也赢了很多土地 所以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在1946年的时候 以色列还没有建国 整个巴拉斯坦是绿色的 是没有以色列的份 但是1947年 联合国决定 让以色列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将巴拉斯坦的地方 52%的土地 是给了以色列人 除了耶路撒冷 是属于联合国的托管地 战争之后 1948年到1967年 以色列的战争 他们每一次都是赢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 整个以色列 差不多整个巴拉斯坦的地方 是属于以色列 除了一小部分 是被巴拉斯坦人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圣经对列国的语言 圣经对巴比伦的语言 是很奇妙的 他说到巴比伦 那个时候 读入圣经的时候 巴比伦是很强的一个国家 尼布加勒沙的皇帝 是一个很大的皇帝 很出名的 他建立的巴比伦的城市 是带到他屋顶 可以两个马车一起走 但是圣经有语言到 这个巴比伦有一天 就要消灭 消灭到 没有人敢在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是从夜晚刻住的 因为夜晚刻在那里 是没有人的 没有用人 不敢在那里 除了那里 就是有野狼 有那些禽兽等等 出来的 所以阿拉伯人 很害怕在巴比伦 那个地方住 夜晚刻 我们看看几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 当巴比伦最兴旺的时候 它就有这么美的城市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1932年的巴比伦 是一个废地 虽然阿拉伯总理沙丹普昀 建立重新重建巴比伦 但是一来他建立的时候 发生了战争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重新建立 过去 过后 沙丹普昀就被美国捕了 刺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巴比伦就是一个快的城市 这个圣经说了 几千年前说了 今天巴比伦都是成为 一个无人治的地方 还有我们看到 耶稣在圣经的语言 是很重要的 圣经中说到耶稣的出生 在哪里出生 是怎样死 说得很清楚 不是他出生之前几天说 是一千五百年前已经说了 那个语言最少是五十四个语言 我们看到有很多 讲到基督是大位的后裔 基督是同女生的 基督当生在北几下 基督奇哥罗里亚 进了城市 犹太用三十块银纸 埋了耶稣 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耶稣的手被钉 耶稣的衣被人拿去 血翻开 耶稣钉在十二脚之后 有人烧他 耶稣被撕 耶稣的头骨是没有断的 耶稣在财子所埋的一个坟墓 埋葬 耶稣三日之后复活 耶稣圣天 这几十个语言 在大约一千多年 耶稣未出生的时候 已经在《教育圣经》说得很清楚 现在一百巴仙是已经应验了 圣经也有说到 密西的语言 密西的语言有说到 假先知、邪教、余颠等等 耶稣在《马帝福音》二十四章 第四节说到什么 耶稣说 你们要警省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第五节说到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谋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爱迷惑很多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在末世的时候 很多 很多这些假先知 很多这些疑端 《马帝福音》二十四章四节说到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警省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刚才我们读了 我们看到有一本书 说到你们 如何提防这些极端 如何抵挡这些余颠的人 这本书是因为 麻生的后长写的 他写到我们如何明白 很多这些余颠 好像耶稣见证人 好像是七日安息人 好像是摩门教的 《新药圣经》的教会 还有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一个叫《东方神殿》 很多这些是圣经 很早都已经跟我们说 在抹门的时候 有假先知 有余颠 有邪教出来 每个人都说 我是基督 我是你的救助 但我们可以小心 这些极端 这些余颠的人 是用来迈祸我们的 《新药圣经》有说到 抹门的意愿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是 爱建立自己的国家 耶稣说 你们可以从五花果树 学过避风 当树枝发现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正在门口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没有过去 这事都要成就 所以在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去了第二道 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2000年之后 回来建立自己的国家 在历史上 这些是不可能的 没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了2000年 但是既然神可以带回他们 以前他们所住的地方 以色列建立国家 下一个语言的应验了 还有圣经有说 万要攻打万 这个是说到没了 国要攻打万 多次必有飞风 有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看到万要攻打万 国要攻打国 我们这个世纪 我们经过多少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热南国战争 韩国北国南国战争 中国战争等等很多很多 总共死了多少人 这个世纪 二十一个世纪 总共有1.08亿人 因为战争死了 第二次战争的时候 写得最多 就是八千六百人 八千六百万人 六百五十万人 六百五十万人 是犹太人的 圣经还有帮你说 有很多疾风 有很多灾难去开始 我们看到2004年 在压济那里 有个津波 影响到多少国家 多少人死 在压济那里 那个津波 这一起 也打到来马来西亚的宾城 更多的丹佣那位 古老能够以印度 斯里兰加和其他 印度用的国家 很多人 差不多是二百二十五千人 死亡 是因为津波 还有2008年 中国四千的地震 总共有八十七千人死亡 2010年 在这个地方叫海地 又是死了十六万人 最近菲律宾都有那些大风 还有日本有一年 有个津波 又是死了几万人 这个灾难开始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是说到世界末日就到 还有灾难 饥荒 这个世界开始有很多蝗虫 今年来自非洲的国家 很多国家的浪竹物 被那些蝗虫吃到 很多人都没有得适 这个蝗虫不单在非洲 它开始来飞到印度 开始去到印度附近的国家 中国和缅甸等等 这些又是一个末日的一个意愿 还有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三冠肺炎 当我们说到COVID-19的时候 人家都震怒 今年开始的时候 三年前中国开始有 我们觉得这些 就好像十几年前的SARS 它一下死了几千人 没有了 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COVID-19一来 不是中国中的 很多国家都开始来中 全世界现在中COVID-19 差不多是二千多万人 二千多万人 每天都很多 还有死的人 差不多是七百八十千人 我前几天看到报纸说 美国每八十秒 有一个人因为三冠肺炎死了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神的末世的一个语言 因为圣经第三点 是神所密似的 《提摩太后书》说到 圣经也是神所密似的 为人建议人 下的效忍 这是带人 如果你也是神所密似的 圣经也是神所密似的 意思就是 圣经是神呼出你的 如果你记得 在重世纪当亚东被创造的时候 神就吹了一个气在鼻子里 亚东就同一个泥层的人 变成一个憎人 有灵 有气 耶稣復活之后 祂跟祂在门道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个话之后 祂就向他们吹口气 他们个个都受到圣灵 所以这个神所密使的 就是神吹他的气出来 令到所写的作者 他们可以明白神爱他们说的东西 神爱 叫他们写出神的意思 神的话 接着神的灵 写到神爱在圣经里面所表达 所呼出来给人知道的 圣经是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中最高的准则 我们将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天天我们日日 去接着神所呼出来的话 而接触神自己 我们才可以同神 明白神 同神同在 圣经来自人生正好的标杆 我们要明白神的道 我们需要好好地明白神的话 因为这是神所说出来的 是让我们明白祂的真理 明白祂的教训 教训我们如何从未信耶稣去信神 使我们可以归相耶稣基督 最后面我向大家问一问一些问题 在历史上每一个外大人 他有一本书 出书的 李光悠有书 郭汉有书 个个都有书 因为他出名的 人们知道他的历史 多数在他未死之前 他写下 或者有些是死了之后人们写下 但是耶稣在他还未出生之前 写下这本书 人们帮他写下 说到耶稣如何出生 圣经对他所说的几百个语言 都是在他未出生之前 已经写下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除了他以为 没有其他的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想过 教育圣经所说的耶稣 他说耶稣 要出生 在什么家庭出生 耶稣如何安排他的父母 出生在牧匠的家庭里面 出生在没有一个城市里面 他说我一定会在玉山 玛利亚的家庭出生 我会在百里行这个地方出生 还有耶稣如何选到他死的时候 两边有人同意一起钉死十二架 耶稣被钉死之后 他如何安排那些兵 拿着他的衣服来分 这是一千多年前 在耶稣未出生之前 已经有人写了 但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 但是每一件事都说得很清楚 各位朋友 各位大兄姐妹 听完这个道之后 你应该想一想 到底你所信的神 是他怎样的神 圣经你听到之后 你知道是一本神所写的书 不是一本神话书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耶稣整个圣经所讲的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 因他活着 因耶稣活着 我们才可以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们才可以得着拯救 耶稣埋葬的坟墓 已经是空的 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耶稣是死了 但是祂今天是活着的 祂活着是因为给我们 祂从天上当到人间 祂是来这个世界 是可以引动我们 去认识神 祂从世间被钉在十二家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才可以得着拯救 耶稣从十二家到坟墓 最从坟墓 回到天上 所以今天 你和我可以高举我们主的名 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 如果你还在怀疑 到底这个耶稣是真是假 我帮你说 耶稣是神 圣经是神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认识 这位有真又活的神 我们来一起祈祷 你还未信耶稣 或者你信了耶稣 但是你已经离开了耶稣很久 你现在想再回来 我们一起祈祷 你和我在这个时刻 我们带着头 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 我们来请圣灵 你光周我们 你带领我们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祈祿天父 我知道你是一位有真又活的神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是因为我们成就 你的主意 令我们知道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 我以前不认识你 或者我以前跟随了你 已经离开了你 但现在我想认识你 我想跟回你 请你再次的接受我 再次的赏免我 免我的罪 免我的不知 主啊 今早我在这里 我会全心全意的来接受你 我会渐渐全前的将我交托给你 做我的神 做我的子 我要一生一世 来跟随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祈祷 恭喜你 你是神的义子 如果你以前信了耶稣 你现在再回来 我就鼓励你 最后一次每一天 祈祷读圣经 向往看教会所准备的信息 一起来敬拜神 不追离开神 好 今天的信息就到此 这次言神祝福大家 有个美好的星期日 再见 拜拜